朋友们好,我是生活不能自理的阿清,这是我不能行走的第四年,这四年太长,我说不了我自己经历了谁梦,但是我用了这么长的时间,在老婆忙的时候,自己学会照顾自己,向你们穿衣服起床,差不多一分钟就能搞定,我却足足穿了五分钟,就像生活中的这件小事, 麻烦,枯燥,有时重复着做着,心态突然的崩溃,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,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感同身受,因为我从胸底下没有了知觉,腰也没有力气,所以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虽然很狼狈,但是这就是残疾带给我的生活方式,告诉我怎样摔倒就怎样爬起来, 在这一生中可能会循环重复很多次,保持一颗平常性,去面对所有困难,因为高位劫瘫,能像我这样从两年之无人,能学会半字里的人不多,我相信我生来就与众不同,不是因为我自大,是因为我独一无二,所以人生的轮一路,加油,关注我,点个赞呗, 朋友们看到此视频就给个强烈,希望能得到你们的支持和鼓励,感谢好心的朋友们,祝你们好人一生平安 好了吗几个 我自己吵了 来你吵些 有时候,我们要微笑,就算生活,把我们撩倒,身边的理解,早的午喝酒药,别害怕,它只是和你过招,黑暗是,关散的信号,风雨过后,天亮会来到你。 一阵风呼啸,追踪内心困扰,遇到挫折,不要逃 并知道自己飞不高,也不愿平庸的活到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